中央隊在奧運奪得了十二面獎牌 創下歷史新高 這也讓台灣在國際體壇能見度提升 而連帶著民間也再度掀起了奧運證明運動 為的是三年後的巴黎奧運 綠營人士和獨派看到冬奧好成績 都想趁勝追擊 為台灣證明 確實蔡政府冷處理 連獨派大佬都感受不到 頂多是總統蘇院長在臉書發文 都喊台灣選手 避開了中華台北這個參賽稱呼 因為就連顧總統李登輝時代的 國安核心幕僚張榮豐就示警 說證明可能會導致無法參賽 要蔡政府國安團隊要有能力處理 以及大陸可能的反撲 在這種沒有得到共識的情況下 我當然有接到高層電話的溝通 也是認為說要以選手的出賽權益為前提 在沒有共識的時候 是不是暫緩這個修法 2018年曾大力推東奧證明 但也接到府方電話要求緊急刹車 不過就算證明最後沒過 還是有後續效應 2018年的這個東奧的證明的活動 也影響到 在來一年後來2019年我們舉辦的這個東亞清雲的一個賽事的這個舉辦權 所以這方面當然還是要非常的謹慎 這部分藍營倒是跟服員高層有默契 也就是推證明不如培養更多優秀選手登上國際舞台 蔡政府在奧運證明這事情上 怕影響我參賽權益 敏感地帶還是不碰微妙 TV北小豐富華麗搶台北採訪報導